施维松教授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信息与智能学报 西沿电子科技大学学报主办的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系列讲座第八奖 本期我们邀请的主讲嘉宾是 特拉华大学的施维松教授 那么施教授演讲的题目是 如何选择科研方向及科研问题 首先呢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学报 我们这个信息与智能学报英文 它是我们西点新创刊的一个英文学报 那么主编是郝月月是 目前这个学报是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高起点新刊 我们的办刊目标是高起点 高水平 高影响力 西电学报呢 是我们中国科学信息通信工程领域推荐期刊 T1级别 被包括EI CSCD 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核心期刊 国内外的多家 著名检索刊物或者数据库固定收录 那么收稿范围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学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以及相关的领域 现在我介绍一下施维松教授的简历 施维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杰出校友 HWE Fellow ACM杰出科学家 现为美国特拉罕华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组任 智能驾驶实验室主任 美国基金委 电动网联自动驾驶技术企业高校 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第四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杰出青年教授奖获得者 2013年到2015年间 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主任 2012至2016年间 担任HWE计算机学会 Internet专业技术委员会主席 现为HWE计算机学会 自动驾驶专业技术社区委员会主席 舒威星教授是 边缘计算这一研究领域的 早期通知之一和倡导者 2016年发表的边缘计算 这个方面的论文 被他引了5300多次 他是ACM HWE国际边缘计算大使人 美国基金委边缘计算重大挑战研讨会 联合发起人 他领导编著的边缘计算一书 201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是世界上第一本 关于边缘计算的教科书 该书第二版于 2013月出版 他目前已经指导了 24名博士毕业 正在培养 14名博士生 现在我们就有请 士卫松教授为我们分享 他在研究方面的一些经验 大家换 OK 把它静音了 好了 好了哈 好了好了 对对 对因为前面有背景的时候 就是说的不清楚 对我非常非常高兴 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今天看见这个注册的这个list 绝大部分都是西电的这个 同学和老师 所以 我下面这个 在这个报告里面 如果有的时候提到西电 就是其他 其他学校的老师 因为我知道也有些其他同学 这个 其他老师也参加 就是说没有任何 这个英文理教 没有任何offend你们的意思 但因为这毕竟是我们 这个母校邀请我来 做这个讲座 所以偶尔我会 可能会提到一些 这个跟西电相关的问题 今天是这个 非常荣幸 在这个talk之前 因为这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这个 朱老师又邀请我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哎 这还挺挑战的 因为 因为这些是第八奖 前面已经请了很多 这个非常 这个成功的 这个 就是说 或者是我 甚至都是我的前辈 有的跟我差不多 有的 有的甚至就是说 资历比我 都还都还这个 这个 深很多的这个老师 所以我觉得 当时我觉得 就是说 如果 跟大家介绍 如何写论文啊 这些 我想第一 可能大家 都已经听过了 因为都已经到了第八奖了 我肯定不 这个 另外说实话 我这个写论文的水平 也不是 也 也不打地 也不能说是 就是说 怎么样 所以呢 我当时就想了一下 我觉得 从个人的这个成长 包括从西淀 这个95年毕业以后 我觉得这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大家在研究初期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样选题啊 或者你怎么选择科研方向啊 就这个 这个很多同学都可以考虑嘛 尤其是像西淀这样的学校 比如说你在通院啊 就是我们的 我们当时叫一系啊 就是 你在现在通院很多老师 也做计算机的工作 那计算机的工作也做 就是说大家其实 这种 边界是越来越 越来越 就是说越来越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你怎样 选择这个 研究的方向 如果我觉得 方向是需要选择的 那科研问题呢 其实 我当时给了朱老师 这个这个题目以后 我觉得 这个语法上 可能也有问题 因为 其实科学问题 并不是选择出来的 他应该是 discover 是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呢 假如说你面前 有多个的问题的话 那你就有选择 所以我先 所以 我在这里有个声明 就说这个 整个这个报告 主要是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经验体会 就是说不一定只有朴实性 就是你不要一定要往自己身上套 啊 这个 这个 神武松老师说是这样这样 所以我就应该这样这样 就是说 没有必要 你完全可以当听故事一样 今天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 放松 就是说 你觉得 嗯 这个好像对我也适应 那就是 那最好不过了 如果你觉得不适应 也可以 这个问题 没什么 另外呢 就是说 当时我给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题目很大 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 听说过的虾子摸象的故事一样 对吧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就像个大象一样 在面前 选题啊 科研啊 那很多这种问题 可能都会带有个人的偏见 就根据你 你每个人自己见到的这个市面 有多大 你摸到了哪一块 你就 你就这样认为 所以我觉得 我也只是这个 呃 虾子摸象故事当中的某一个人 可能就是摸到了一个 摸到了一个一个一个大象的耳朵 那我觉得嗯 大象就长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绝对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说 呃 也许在座的有些老师的 就比我见的还还更加全面 对吧 那那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呃 纯粹一种和大家的探讨 对我就是如果呃 有问题 因为我知道有些西甸的同学 因为这个容量的限制 可能不能够直接这个 在这上面发问 那么你们写在西天课堂上 然后朱老师到时候会反馈回来 这个啊 就是我尽量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呃 呃 这个我稍微先介绍一下特拉花大学 就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其实我今到今天十一月十号 北京时间十月十号 我刚刚来特拉花大学在四十天 确实说这个 实际上在之前我一直在 另外一所大学 呃 老师可能知道就是我在这个 美国密西根州的这个 呃 威恩州立大学待了二十年 二十年零四零四十多天 所以我刚刚来特拉花大学 那么我我给这个学校稍微介绍一下 那在我后面的背景 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 一个一个算是一个呃 一个校园里的一个状态吧 那特拉花大学这个 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来给大家介绍就是介绍的时候 我我挑了三个比较知名的校友 反正就是就是说我们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是我们这个特拉花大学的本科毕业 然后呢如果在中国的话 大家知道经常去美美团点评可能是大家日常生活里最多的 这个美团的创始王兴是我们这个呃 EC系的这个呃就是就是从这 我据说可能博士还没有毕业就回去了 但是但是他到这来读博士的 从清华大学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在世界财富榜上 大概也是以连百多亿身价的 这个这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校友 那我说顺便提一下 因为西天安全很厉害 所以我在希望有些同学可能听说过这个 就是说安全领域里面的几大这个这个软件 比如这个如果你用Windows经常会有McPhee啊 还有现在世界第二大安全安全公司 就是这个Fire Isle 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这两个公司的前任的这个CEO David DeWalt 就是我们计算机系毕业的 这算是我们这个培养的这个 就是说众多人才里面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因为我特地挑了一个安全的这个 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一下 然后呢我们计算机系的所在的是这个 特拉花大学的公学院 特拉花大学公学院 其实这个在美国是就是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所有学校 包括这个所有私立大学 你想象的MIT斯坦福在内的话 公学院排名第45名 其中我们这个公学院有七位美国公学院院士 就是说就现役的啊 不不包括这个啊 就是说去世的呀 或者是其他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学院的这个科研 也是非常给力的 就是说最最最厉害 就是最新的2023年的这个 这个US News的这个美国本科的这个排名 我们的化工是第一次这个排进了第二名 实际上是第一名是麻省女工学院 那逃掉了这个私立大学以外 公立大学化工我们是全美国第一 就是说这是因为这个 所以上个星期的星期一 特拉花州的州长专门到学校来 Celebrate了一下 就庆祝这件这件事情 我待会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很有用 这就这实际上和计算机发展 和将来你的选题 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就是然后最后呢 我在这里一张有一个小post 介绍一下我们计算机系 其实我们计算机系 就是如果在座有同学有兴趣 将来不管说是到外面来读书 还是说来这个深造这些 你都可以我们系的 这个中国级的fac 都做的这个非常强 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 学校在大飞城地区 你的比较近 其实我们有九位老师 拿到过这个career award 就是占比是40% 在美国你其实很 就是说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 就是说一个学校的计算机系里面 他能有40%的老师 都拿到过这个career award 这个其实就是说 应该算是非常强的 我认为我们计算机系 大概应该在一个50 50到60名左右 但只不过根据各种各样的ranking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一样 跨度是你要有安全的 特别是有想做安全的 做通信的 因为我们通常话大学 还有一位老师 跟系电的渊源也很适合 那就是夏强庚老师 夏老师估计之前也做过报告 夏老师是EC系的 做通信的那一侧的 实际上他还 我还没有列他 在我们这个post上面 就是说 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跟系电整个的领域 计算机相关的领域 就是说从体系结构 到编译 到这个 这个我们 我们都有很多人才 所以说 如果大家有 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 到学校来 然后接下来 我就 我是从后面 我最近前40天 刚刚加入了 特拉华大学 那么 这个 因为讲到了 我在真邀里面说了 今天的这个talk 纯粹就是一种 个人的这个 你可以认为啊 这人就跑来吹牛来了 就是吹牛 介绍自己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就是说你会通过这个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 我很枯燥的在这里跟你讲 这个题目应该怎么怎么选 你可能也不能这个 就消化进去 个人经济 其实相当的简单 就是说 91到95年 在这个西安电子科大学 就是刚才朱老师也介绍了 95年以后呢 就是从西电 保送去了这个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适从于这个 民间啊 我不知道民间还是官方的 称为中国计算机之母的夏培素老师 是我的这个 是我的导师 就是说 然后我在计算所四年半以后 就博士毕业了 这个就去了美国的纽约大学 在纽约大学 带了两年半的时间 然后就加入了这个美国 美国威云州立大学 美国这个威云州立大学 带了这个中间的去美国基金委 做了两年 然后这个刚刚十月 就上个月的十月一号 加入了这个特拉华大学 那么我下面想提的就是说 你来请我来讲这些事 那总得给大家稍微介绍 就是你你你这个老师到底你干了啥 对吧 所以 research相关的这个outcome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你能看得见这个 我偶尔觉得挺重要的时候 我还编一本书 比如说我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这个也算是某校了 在那学术休假的时候 发现这个计算机系统研究领域里面 呃缺乏一本很基本的书 让大家可以去 就是说我认为每个研究生 你要想在计算机系统方面做研究 你就应该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却没有这本书 所以当时高等教育出版社找到我的时候 留音编辑 所以我当时编了这本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直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 特别是第一章第二章 关于如何写论文呢 如何在大会上做presentation呢 呃做presentation那一段 实际上是现任 是原来欧洲一个一个一个学校的院长 现在去了这个应该是去了 这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了院长 就是Willy Zwellipo 实际上是他写的 经过他同意以后 我把它编到这本书里面去了 所以如果你对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还有我写的关于 我选择的关于计算机研究的12个 呃这个呃叫做rule of thumb 拇指就原则 就是说你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然后后面就关于边缘计算 后来springer找了我写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还有就刚才提到的科学出版社 在2018年 还有最近斯布林格又来找到我 关于因为最近一些我的研究 后最后我会提到一点点 就是关于自动驾驶 你们的这个计算系统 所以那这大概就是这样 就除了写论文以外 啊这个其实我个人就是说 这个很重视这个 就是你产生的软件 和硬件的这个artifacts 啊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就是我就有英文夹杂一下了 就这里面就是说你做的东西 就就是说到底为这个 在这为业界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而这个对对你的影响其实很大 就是可以这样讲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 我提前回答一个可潜在的问题 就是有人问哇 在你这里博士怎么样才可以毕业 我认为你一篇论文不发表 我也可以让你毕业 这是在美国当教授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你你也有近乎无限的power 就是说导师认为你可以毕业 你就可以毕业了 那么那你会问 那你一点要求都没有吗 那当然不是了 就比如说你做一个系统 全世界有很多人使用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有个系电 原来电院的一个学生 马上就要毕业啊 现在已经拿到美国 三所大学的那个教授的 这个这个面试的这个这个机会了 就是说他做的这个工作 在法词上发表的 二零应该是二零 二零年发表的二月份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关于磁盘 试效的这个prediction 那他做的这个工作 一做完以后 在法词上一发表以后 我们马上就开源 直到今天已经有 一百九十个这个institution 就是下载 几乎你可以想象 包括卡里基梅隆啊 这个国内的清华 华中科大 然后还有众多的这些这些公司 都在下载他的东西在使用 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 底的上是这个工作 底的上是任何你可以跟我说的 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些工作 所以所以我认为像 这个同学很早就可以毕业了 就是说但是他因为想当教授 所以他愿意再累积一点 更多的publication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说in general 就是我在讲后面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 我前面也声明了 都都会有一个个人的这个 不管你叫偏见也好 就是他有他个个人的这个taste 就是这种品味 对吧 告诉你就像你喜欢吃川蒜 还是你喜欢吃这个陕西菜一样 陕西口味一样 因为你你的这个口味决定了你 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 所以说我今天说的可能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说到吃 那么我们就来一个开篇 给大家介绍一个 有的这个一个故事 在1996年我还在 我找到一个几乎是当年的照片 但是不是exactly1996年 就是这个时候什么意思 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 我当时从西天野刚毕业 来到了这个计算所 读了一年 在玉泉路读了一年的书以后 回到了这个所里面 在中半村 然后当时呢 这个现任的 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这个领域 国内你知道 GCST 英文计算机学报 和这个英文计算机研究 发展的主编 徐志伟老师 刚刚从这个美国 这个就是海归回来 所以他当时应该回来的第二年 甚至是第一年 所以有一天 我们在食堂里面见面了 他当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 他说这个 诶 诶 你觉得这个 你觉得这个 在中国做研究 跟在国外做研究 因为他看到 我当时也写一些 这个英文的论文 他就问 他说那你觉得 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当时回答 我当时就是 都不假思思索 就就想到了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就回答了他 就是说 我说我认为这个 中国 大家记住啊 这是1996年啊 千万不要把这个话 带着说 说今天 今天的中国 当然已经很强了 那是1996年的时候 那当时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 你想想 这盘肘子在这 那这个美国的科学家 们干的什么事 就是他定义了一个肘子 就是说他买了一个肘子 或者说是 不管是买了以后 还怎么样 就是他定义了一个肘子在这 然后呢 这一帮人就 呱呱呱就上去 你看这肘子刚做完 它全是肉 你随便在哪吃 它都是肉对吧 他们就哈哈就开始吃 吃完了以后 还剩一点肉 还带着那个的时候 好 这个东西被欧洲的 科学家们 pick up去了 然后他们也可以去 写的还不错 那么到最后 就到了我们这个 当时的就是说 中国的学术界 就是说 那我们就 基本上在啃骨头 然后从缝里面 找一点肉 所以说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回答了这个徐老师 徐老师其实很同意 我的这个看法 所以实际上 我在当年 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就是说 不管说是我们 还是我自己 就是我们有没有机会 我也来定义一个肘子 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在当时 还是个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 就是说 在这个 西天刚本科毕业 就是说 大概其实也就 21、22岁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 真正的科学家 你应该是一个 你能为这个世界 定义多少只肘子 那你就是在为世界 真的在做贡献 OK 这这首先是我 我今天想跟大家 share的第一个关键 就是说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科研方向 科研选题 就是这只肘子 你只要能够有个本事 说我搞一个肘子出来 那全世界人都在follow我 那你就 你就很厉害 所以这就是这个 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那么我在这里面 把就是到今天 刚刚在 talk前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google scholar 关于我自己的一个 citation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看 其实你看到 整整花了我20年 就是从1996年 我当时有这个想法 一直到你基本上 能看得出来 实际上是从2016年开始 当然你可能说 从17年 但实际上这个文章 是16年发表的 从这个开始 你才会发现 它产生的这个impact 就是说 这个 你从这个图里面 你能看出 它显然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跳跃在这 对吧 那就是说 今天我来回忆它的话 那就是实际上 真正是 20年过去以后 我才从某种意义上 认为自己 终于找到了一个柱子 不管这个柱子 有多大多小 那总之是我自己 还是比较满意的 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 这是今天 要跟大家 这个分享的 就是说 如果在座 我看了 很多都还是 很年轻的 这个同学 你从一开始 就应该有 这样的想法 那这里面 你会问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对吧 所以我给大家 share下面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就是 这篇录文 我在2016年 10月发表的 这篇录文 边缘计算的这篇录文 到今天为止 已经被 tying了 5399次 其实刚才 这个我没有update 虽然是今天 这是昨天做的 今天又增加了 四个citation 你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 有多少人 你可以翻看 全世界的科学家 有多少人 一辈子 能够有一篇文章 被 不要说这个 lifetime 这个文章到今天 实际上 在刚刚pass了 六年 就是说 被引用在 在这个量级上 而且它是 边缘计算领域里 世界上被引用 number one的文章 就是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你可以去观察 所以这一点 就是给大家 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什么叫选择一个方向 so why not you defy一个方向 对吧 这是我觉得 这个实际上是 今天定义 那个标题的时候 是我想 想跟大家 焦虑这个事情 但你肯定会说 哇 我怎么能定义 一个方向出来 那是啊 你看我 即便是 我在20年前 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也花了 这个整整20年的时间 做了很多这个 就是虚无缥缈的工作 然后才到达了这一天 所以你肯定会很好奇 那你是怎么到达这一天的 对吧 所以我 我用这个来 就开始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的这个科研经历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过程是什么一个过程 实际上我在西天的时候 非常的lucky 一直到今天 就是说 每次不管是什么情况 只要西天的老师 任何一个西天的老师 找我来talk 我基本上都不会拒绝 就是说 或多或少的 都会来做一个 这是原因得益于 我在西天大三的时候 就是说1993年的时候 就进入到了西天的这个 当时我们叫304研究室 当时我的一个师兄 就是今天西天的副校长 王全 就是实际上是 他是我当时进学校的时候 他比我高两级 就是我们几乎一起 当时正好有一个 我和王老师 就是就是这个 他的导师 就是当时跟我 当时带的那个 这个 就是当时带我的这个 这个老师 就是说一起 因为提名的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认识 又都已经退休了 就是赠平老师 就是说当时正好有一个 彩色静天绘图一 这样一个一个863的项目 那么我在里面干什么 我当时一进去以后 就抓住了一点 这个就是说 我在里面负责 做这个一个抖动算法 其实很简单 这个彩色静天绘图一样 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没见过 他的绘图语言 不是今天那个 喷没打印机的这种 他实际上是一个 很有趣的 知道今天 我都觉得他是非常有意思 他是有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纸 他是一边过去了以后 通过在这张纸上面 打入这个阵电 就是positive的这个charge进去 或者negative的charge 然后他过一遍以后 然后把那个CMYK 这四种颜色 不是RGB 是CMYK 就是什么青黄紫 就大概那种颜色 然后呢 他们会让他产生这个 相反那个电极 然后这样的话 把它吸附上去 最后形成了个彩色静电汇图仪 就是说 这是个非常高深的一个技术 直到今天 我觉得其实都还很厉害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算法 就是说 那个墨水打的 被那个电子吸到了纸上去以后 他肯定我们我们中国话叫硬嘛 对吧 就是那个墨水硬上去以后 肯定会扩大嘛 所以你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算法 可能是要达成64级的灰度的话 可能就是先打一个点 然后打两个点 那他就是这样 最好是线性的 否则你那个图画出来 就是说 我要有线性的灰度的时候 那又不是这个灰度 所以当时我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时他们增长说 你就去做这个东西研究 他们一开始也没觉得我会怎么地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负循环 拿一个线性的control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这个结果非常差 因为大概达到这个一半 比如说达到20多个点的时候 整个这个那一块小点 一个比如说你想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进来可能就已经全部被覆盖了 就相当于64级灰度就黑色了 所以这肯定不行 那么我我后来正好当时学过了工科物理 跑到西大楼去 西大楼现在还在 找到了技术物理系的老师 就说我要用显微镜去观察这里面东西 然后建立一个模型 最后我在拿这个模型刻画进去以后 写的这个算法 这个东西最后算成整个863项目的一个 四大关键技术之一 这个算法就是我做的 你想这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本科生 做成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一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是如果你是本科生的话 千万不要小乔你自己 就是说这里面只要你最小 你很可能会发生一个非常 innovative的一个东西 不是所以我现在到大学 你看我到特拉华才才来了 四十来天 就三个本科生开始跟我做研究 我很重视这个本科生的这个研究 跟什么硕士博士没啥关系 就是说这个东西取决于你 完全取决于你 你有多么这个design的进去 所以这是第一件在西电 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那这就非常好了 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会会有机会 对吧 这个跑到中国科学院去 这个去读书 那这就是说 就是说你当时已经有相当的 这个这个很出色 对吧 就是我记得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就已经阅读了大概八十多篇 H2E Transaction的文章 就是今天的话 我估计很多硕士毕业 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 这个里面 就是这里面工作 就是第一不要小瞧自己 你你完全有机会 你读多了 你你自然就会有想法 那么到了中国科学院以后 就是我这我刚才说的 肘子的由来 当前我并不意识了 我觉得我一去了以后 我就做啊 软件分布式共享存储系统 在整个九十年代 那是世界最热门的这个话题 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这个软件分布式共享 存储系统 实际上 是这个 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 李凯院士 李老师在1989年 耶鲁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他的博士论文提出来的 就是他在 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个肘子 我今天现在告诉你 他在1989年 他写的那篇论文 就是提出了一个 就是说 哎 这个 可以用这个软件的方法 来构造一个分布式 共享存储系统 当然你可能不一定 一字很简单 就是把这些 分布式的机器的那些内存 全部给他 有难以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解决更大的问题 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哎 但是李老师观察出了这个问题以后 写了一篇论文 整个世界的1990年到2000年 一共毕业了大概50几个 PHD 这些人 好多 就我自己也是当年 在尾巴上的一个 好多人都是今天 我们的很多 这个圈子里面 很多好朋友 都是当年这个十年里面 都干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最大的感悟 我到96年到计算所就读书的时候 我还特别兴高采烈的 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踏到了一个误区在里面 如果今天让我回去 我可能不会去做这个工作 当然做这个工作 最大的好处是 我认识了很多国际上的朋友 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后面有一张图会展示给大家 就是说这个其实当时 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但是没办法 就是说当时的那个技术 就是说你 我觉得当时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 那然后我 所以你看我这个毕业完了以后 2000年 1999年有机会到这个 当时微软研究院 资助了我到美国来开会 就去了纽约大学 就后来的老板那去访问 他就说哎呀 你这个好啊 我们需要你到我这来做博士后 所以当时我还没毕业 他就off了我去那做博士后 等我去了以后发现 没人在做分布式软件 分布式共享充足系统 所以我一到 NYU以后 就纽约大学简称 NYU以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做的博士 基本上就甩一边去了 然后我赶快得学习 当时移动计算 开始比较热了 我们就做移动计算 所以今天在座的很多人 mobile whatever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做mobile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但好多在座的 可能刚刚还是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工作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这领域里面 知道像NSDI NSDI的前身那个会议 我在2001年就在上面发表过 就是说这个mobile 就当时就use it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能看到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说因为错误的 在博士期间选择了一个topic 使得我一进了这个学校以后 立马就开始等于再读一个东西 就是说虽然不是个博士 但是你也得拼命的去做 那么后来这个时候 仍然是就是属于瞎子摸像 就是然后我从这个N1U 去了这个温英之类大学以后 就干了下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有很多教训 所以我想把这个教训 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这也是个很好的talk 对吧 你吸取了个教训 你将来稍走弯路 这当然也是个好事 嗯 然后我就到了这个Wayne State Wayne State一开始 我当时发现 哎呀这个web 你的3w 这个web cache 当时这个很火 这个我就一开始写了一两个proposal 但那时候我觉得 我已经开始有一些sense了 就是说我写完了以后很快 基金委的评审一天回来了 这个我说这个工作 大学不需要做了 因为这个像IBM 阿克玛呀 就是这些当时的那些 时髦的公司 全在干这个事 什么Yahoo啊 这些都在做 你这个工作 在学校里不需要你做这个事 就是当时2002年 这个正好这个peer to peer system 你们知道这个最classical的几篇 论文都是在SIGCOM 2001年的8月发表的 包括那个什么 如果你做这个领域什么 对的 你应该知道这几篇文章 一个是MIT的Court 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伯克利做的CAN 对吧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文章 于是我看 哎呀这个东西火 我们马上就开始做这个peer to peer 但是几年以后 我发现这个事情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情好的时候 其实MIT已经在2002年 那个France Corshack 他们几个人联合了UC 伯克利 在2002年就拿到了一个 1000万美元的大项目 当然就是1000万美元 在美国基金委 那是个很大的项目 就要对标到中国 你可以想象大概一个亿的项目 就是说 而且那是2002年的时候 所以当时我意识到 这个问题不要搞了 这个问题搞 我估计连我连在学校里 终生教授都拿不到 所以我就开始 赶快换topic 那时候传感情网络开始火了 对吧 这时候我觉得传感情网络 我应该做点什么了 但是我也知道 我又不是做网络出身的人 所以这里面肯定不行呢 就是说我们就 这就后面就是怎么样选择 在传感情网络里面 怎么能找到个有趣的topic 让你能够拿到一笔经费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稍后我会稍后会提一下这个 当时我就发现这个 这里面你 这个方向是 所有人都刚刚开始做 那么你一定要找到个有趣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研究问题 对吧 就是说这里面去做 在后来09年以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已经拿到终身教授了 你们知道在美国 拿到终身教授以后的好处是 你自由了 你 你爱干啥干啥 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递 那时候我就开始 就有点 就是说 自由了 自由了以后我就想 那我得做点别的什么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Sense Network正好也 也也没有打 这个 吹了好几年 也没有达到一个效果 所以我说那我就不做这个事情 后来我发现 嗯 这个 这个功耗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当时这个数据中心嘛 因为数据中心在世界之内越造越大 对吧 你像那个不管是微软啊 Facebook啊 当时都在造这些数据中心 那里面的节能很重要 于是我就开始在这方面 这个里面我花了很多功夫 我的实验室在这个节能 直到今天 就还有这个这个impact在里面 就是我们在energy efficiency这个领域里面 我的实验室一共毕业了六个PHD 可以讲在美国 可怕就是没有哪个实验室毕业过我们这么多学生 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还很不错的 那个topic就在数据中心里面做的节能啊等等 直到2015年 我在基金委的时候组织了这个 在斯坦福大学组织了一个就是叫做 sustainable data center这个workshop 我认为这个研究可以画个句号了 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再去继续推进这件事情 那么就到了2016年 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在这个在做energy efficiency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 what's the next thing 那个时候他有个特点 就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云计算从2005年开始 这个不管你成就很多学术界并不这样认为 但实际上云计算是2004年 取决于一个中国的一个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 那就是联想集团把IBM的PC业务买下来的那一刻 2004年的12月份就标志着这个PC时代的结束 实际上就云计算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只不过学术界在这一次是完全的后知后觉 学术界啊没有在云计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 就是学术界没有在云计算在初期的实验里面 做过什么重大的贡献 就是你可以这样想 第一这个cloud computing 你第一没有一个顶级的会议 就原因就很简单 就是因为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2008年 以David Patterson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2008年1月份 在SEE Communication of SM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的时候 那才刚刚掀起了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这个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你们的导师 什么时候开始做云计算的那时候你已经比工业界落后四五年了 所以我在当时的一四一五年左右就开始在想那任何一个科学研究大概十年左右可能就会就会 他就会一个周期就会结束 所以what's the next thing 所以那就是当时为什么刚才朱老师介绍的时候 我和这个即将上任的普多大学的校长 蒋蒙老师他当时在这个普林顺 我们俩一起就是组织了这个美国基金委的边缘计算的重大 与其说是重大挑战研讨会 不如说是我们想定义一个报告交给美国基金委 然后来影响整个美国甚至世界在这个下面一个五到十年里面这个研究的方向 所以我们的那个报告后面报告 后面像美国基金委美国的国防部 还有像这个这个包括这个这个海军啊等等 就是说很多单位最后都以那个报告为为这个指导 来产生了这个就是说他们下一个这个科研的这个指南 所以说这是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回到刚才我说的这么多年你们会发现 就是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一定要去致力于寻找一个你自己的种 这是我这么多年叫做播放初心的一件事情 就在2015年左右完成了这件事情 这个就后面就开启了这个Edge Computing 这个后面很多老师同学可能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在2015年10月18号第一次在国内的某一所大学 做了这个第一次开讲 那个标题叫A Case for Edge Computing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干嘛 一共我在2015到18年的这个三年的时间里面 在中国做了36场报告很多大学 所以说有些老师可能之前就听过 就是说我为这个推荐这个 promote这个Edge Computing除了发表论文以外 在外面做talk在美国在这个 做很多这种talk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为了promote这个这个研究的方向 然后这个到了17年左右 我就发现这个Edge Computing 很多人开始列在自己的简历上 作为自己的一个科研方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 那么我自己就想做一点next thing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 因为边缘计算它需要落地嘛 对吧 所以正好我当时还在底特律 我就发现这个 一个新的东西要起来了 那就是待会我会提到的叫做汽车计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 你可能会一听 你这就跟车联网有啥区别 对吧 我待会会给你介绍一下 这会是一个世纪性的一个 一个比Edge Computing更大的一个topic 这个一个巨浪向你扑来 所以这里面你刚才听我这个 这个介绍以后你会发现 你什么时候会有种感觉 你能产生一个sense 是一个是像你在海边 见到一个小波浪向你扑来 还是说你你已经见到了一个 像大的那个海啸 向你扑来 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你一定要在在自己 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要培养自己这种科研的这种 我们叫口味 不管你是喜欢辣的甜的也好 就你要能有这种sense 在别人还没有看见 你已经看见了 这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是今天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 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是你一定要定位于 就是我不局限于就是 哦这个方向好 我就去做这个研究 而是你要定一个方向 那么第二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能够感知到 中国古话说的特别好 天时地利人和 你可能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你看见了这个海啸也没用 也没人理你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 刚才你们看到 朱老师看到的 我现在是 特地来找我 做了他的自动驾驶 专业委员会的主席 原因就在这 他来找我说 你就适合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事情 我想跟大家这个 呃这个分享的 就是这个经历 给大家已经聊了一下 就是关于 其实已经变相的 回答了你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 刚才你也听到了 就是说做做做这些工作 那呃如果就是我们人都是一个正反 都是都有反馈 对吧 你不能关在这里的 一想天开始 嗯 我觉得一个东西特别棒 然后没有人去 appreciate 没有人理解你这个工作 那你肯定也不会这个 就是说 那你的判断可能就是错的 你赶快give up 就放弃吧 对吧 所以这里面 我在这里提了一点 几个几个代表性的 你比如说 你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proceedings of IHOE 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 一个IHOE最古老的杂志 它的impact其实很大 那么IHOE这个 这个主编 在2019年 主动找到我说 哎 维松 我们想在 第1077 第8卷上 弄一个edge computing 你去帮我们 张罗一个这样的special issue 你们知道 在学术界 很多人喜欢搞special issue 但通常的情况都是 你找别人想去弄special issue 那这个proceedings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是他来找我说 请你来办一个这样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indicate 因为我在计算所读书的时候 天天就抱着这本杂志看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个honor 所以说我当时 他们一找我 我马上答应 所以说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就是中间 这个第二个 你们看到 这是好像前几天 有一个老师发给我的 说是高影响令论文排名 公学排第一的 就你今天现在登陆上去 公学排第一的论文 就是我写的 关于边缘计算的 当年2017年 徐老师请我写的一篇 写的一篇论文 就是在国内写的 应该现在下载 我具体我不知道 这个顺恢 顺恢应该在这 你待会可以查一下 这现在被下载了 大概大概多少次 可能大概一万 一万六七千次吧 大概是 然后后面 这是清华大学 他们搞的一个 什么AI年签 定义了大概 二十几个领域 然后物联网 莫名其妙 我也被选进去 物联网 我是世界排第三 美国排第一 我都不知道 我咋听了 但是whatever 就是说 你会看见就是 有别的人 莫名其妙的人 开始发现 你这个方向 影响力挺大 这其实对你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 这个荣誉 我觉得这个比 比很多东西 作为一个学者 这可能就是说 这是个挺大的 一件事情 不是我自己 去想干什么 然后最后 这张图 你们会看见 这是美国参议员 Gary Peters 给我写的一封信 就是说 他就是说 他恭喜 就是他祝贺我 被选中了 被有个杂志 一共选了二十个人 在美国电动汽车 有影响力的 其中19个都是公司的CEO 这种Chief Engineer 我是唯一这个学术界的人 被选进去的一个 这个美国一个参议员 专门给我写了一封 这个信来 这个我跟你说 这也是挺大的影响力的 就是说 我都不认识他 这个他专门 从华盛顿的这个office 给我来写一封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给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那么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跟你大家 是想挖掘 这个背后的故事 就是 你怎么样能够产生 这个这些工作 不是说 你发表一篇论文 你觉得吗 就有人去follow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很多的事情 来自己来去promote 就是当别人 就是说 就是说 这时候大家会 会感觉到 就是说 或者别人不知道 对吧 之前不知道 然后听你说了以后 觉得这个事还真有意思 然后我们应该去做 等等 所以说 这个学术界的力的时候 你们能看见 比如说从2016年 这个我创建 这个大会 今天12月5号到8号 在西雅图开 如果在座的有老师 愿意出来的话 欢迎你们来参加 然后你现在包括这个研讨会 然后创建一些其他的 等等 就这个我就不提了 包括最近的自动驾驶 我马上在2023年 创建了一个叫MOST 这个会议的话 应该是I2E第一个 关于Mobility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 就是说 已经到什么程度 这个会从来还没开过 对吧 前两天 这个原来克莱斯拉公司 一个Senior VP 竟然来找到我说 啊 我就说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我能不能到你的会上 能给个报告啊 我就是说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种事情 我说 你都这么高级别的人物 就是说 我平常想找还找不着 可以啊 我们很欢迎这种 这种这个企业界 来告诉我们 大概这个挑战是什么 等等 就是你都很难想象 这个这个 就是你一定要做 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 我的这个MOST 出来以后 就会是世界 在这个领域里面 领先的 Top的Conference OK 就是说 我这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说 很多人也去 这个弄一些会议 对吧 但是你的会议 可能一开始 起点并不高 就像刚才朱老师提到 我们西天办的这个GII 对吧 起点就是一个高水平的 这个东西 我们的定位就在这 所以这个 这个就不一样 然后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好 为了做这些工作 那那你前面都是 在这光说嘛 对吧 那那就是说 你你你不能说 你光天天在这里 喊口号对吧 你从Winstate来 别人为什么会听 你在这讲 所以好 那就是你要付出行动 就是说 你可以设立一个 很远大的目标 但是你一定要有个 基本行动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可能会问 哎呀 我是个青年的 这个讲师 助理教授 那我 我怎么能产生这种影响 哎 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 那这就是我 我下面这张教片要说的 就是说 当你发现 你自己 觉得某一个领域 非常非常好 你想进去的时候 可以 你可以先花点时间 做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 像我一到这个 开始做这个 智能网年 自动驾驶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全世界没有一个 很好的platform 让他来支持 大家做研究 你也可以到亚马逊上 去买一个小机器人 但是那个玩意 就是说 因为你不可以编程 几乎能做的事情 就很少 而且我还想做操作系统 就是做这么深的东西 里面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干的第一件事情 当时我不知道 我那个同学 那个FORMOS 在不在这里 他现在在计算所 是个助理研究员 当时在我这计算的时候 就是我们设计了 我们的第一个platform 叫Hydro One 这个Hydro One 你乍一看 像一个小机器人 他可不是个小机器人 他其实是一个 在实力可以跑的 自动驾驶的一个车 他几乎 这个上面所有的东西 都说一个螺丝 一个螺丝 都是我们自己build的 这样子 一个训练出来 这个学生马上具备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知识 包括这里面 这是个四轮驱动的 一个小车 所以说你怎么样 控制这些小车 转弯拐弯 整个control system 到上面的这些 视觉这个Validide 这个当时我们造的时候 这个Validide 上面的这个小LIDAR 是Validide 捐给我们的 一万五千美元 就是上面一个 小激光雷达 就是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第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build 这样一个平台 等我把这个平台 build完了以后 我们open source 别人你要有本事 你愿意造就造 结果发现 很多学校都造不了 所以后来很多学校 找我来买 这怎么办呢 我也没有大功夫去 所以后来 我那个博士货 就开了家公司 现在就是说 很多学校来买 我们就 我们那个公司 就造一个就给你 其实这公司 不是为了挣钱用的 就是说 我们纯粹是为了 扩大影响力 这是我们做的 第一件事情 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就可以教育啊 education和research了 对吧 你可以想象 自动驾驶里面的 几乎任何的 这个你想 你想研究的算法 在这上面都可以实现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 第一件事 那么接下来就 这个小车呢 它是麦克 这个叫什么 麦克 我忘了中文怎么说 它的轮子 在家里 在硬道跑一跑还行 但是室外就不行 所以后来我们就 哎 build了一个 叫zebra的东西 这个zebra就厉害了 zebra就可以在户外 这个上面的 这个chase 就是说上面 站150公斤都没问题 我估计就是说 你站在上面 所以说这就允许 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而且速度还可以跑 跑得还挺快 这个是前几天 在这个 麦克一个自动驾驶的 一个展览会上 就是我们展览了 在大厅里面 自动自动驾驶的 一个东西 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所以说这个 你会看到 有了这样的实验平台以后 这就是前两天 在一个自动驾驶的 一个展览会上 我们这个zebra 在里面跑的 这个产生的 这个地图 让你看一看 怎么样在里面 在跑 所以说你会发现 哎 没有 没问题 你可以build的 这个东西 好 那这接下来 这就带来了问题了 就是你就会发现说 呀 我这个 我这个做计算机的 我咋能build的这个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是我想说的 今天说的第三个问题 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 不要局限于你自己 是什么计算机啊 电子啊 通信啊 我刚才一开篇就说了 整个这个世界 现在这些边界 都已经逐渐的消失 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破 这种常规的 future的innovation 一定在这种 在multidisciplinary里面 所以说你如果今天 还爆炸 我就是软件 我就是什么 那你 我可以预言你 很快你就会out 就是说 这是必然的 所以说 我在很早就发现了 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我招聘的这些学生 我刚才做zebra的 这个学生是 吉林大学 汽车工程专业的本科 吉林大学汽车工程 汽车的本科 然后读了电动汽车的硕士 现在跟我都做 这个自动驾驶的博士 然后我最近也从伊朗 德克兰大学 招了一个机械系的本科 就是我会有目的地去 这个张老师又来了 那个你们谁帮忙 朱老师帮忙 把他mute一下 就是说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说 这个多学科 所以你在这种 平常的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一定要去多 多去这个 跟别的学科 跨学科的去探讨 这样的话 对于你这个创新 绝对的有好处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里面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最近 我一个学生 做自动驾驶 我举个小例子 他发现 大部分这个神经网络 我稍微讲一点 这个技术 神经网络 这个进来在车上 这个训练模型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在车上 我们要讲究实时性吗 对吧 那什么叫实时性 实时性不是说 有的同学说 你只要三毫秒 那就好 你说什么叫三毫秒 就叫好 实时性的真正意思 是说要predictable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在三秒钟之内 肯定会完成 这样的话我才能安全 知道吧 实时性的目的是为了安全 那么这就问题来了 这些大型的 这些很多这个 你看他做了很多 这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在这个 在这个模型里面 在这些ADAS 这些里面 发现他的这个variation很大 那么你的这个 这种可变性 那个很大的话 你的这个可预测性 predictability就很差 所以这 这就是他观察 做的一个问题 好 观察到这个问题以后 从来没有哪个学生观察到 做这个工作的学生 是我们通院毕业的 这个梁凯同学 是当年这个 我在2017年 夏天给talk的时候 把他招走的 所以这个 这就是他的这个 博士龙的工作 可以这样讲 我知道今天在 今年 这个你们看到 马上下个月 RTSS 这是在real time system 领域的一个顶级会议 这个领域的人 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real time 跟自动驾驶 有什么关系 所以今年特别 把这把我们的 这篇文章录用了 所以梁凯会去那 去做这个presentat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绝对这篇文章 我可以想象 即便今天还没发表 还没有正式发表 肯定会对整个real time system 这个community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只要他们想做自动驾驶 一定会来读我们这篇文章 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我们发现的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在 talk的今天早晨 一开始就说 我应该把那个topic改成 怎么样发现问题 其实不是真的就 不是说来选择这个问题 就是你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 你也是就是说 不是个大肘子 但是至少那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 很多学术界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在学术界的 这个这个老师 并不是很重视 在工业界产生影响 其实 当然我在前面已经声明过了 我个人的研究表明 就是说 要想产生真正的影响 一定要到工业界去 所以我不知道 我放这个腾讯能不能支持 我给大家放一下 这是在今年 北美汽车展的时候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到这个 但是我们没有录到他 拜登到这个底特律来 看这个北美汽车展 然后我们实验室被邀请去 在这个北美汽车展专门 他们做的一段小录像 就是说给大家售一下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车 听见声音吗 我也不知道你们听不懂 可以 可以 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是自己的 我们的这个Hydra 1 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小车 当时还是WingState 在这儿 因为当时微信不在了 我们有个年轻老师 去被探索 这是有一个学生 我的意思朗户 我就不放了 就是说你们看到像现在 这个像日本的分田 美国的GM等等 就是说还有日本最近又另外一家自动驾驶的公司 叫Tier4 都来找我们就主动来跟我们合作 就是说要么给钱 要么给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就当你的工作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家是来敲你的门找你的 所以如果有个老师告诉我 哎呀这么贵就不来找我啊 那我就会告诉你 那因为你做的impact还不够 就是说这些工业界是非常务实的 工业界就是说一定会来找到你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兴趣是做real time 这个车里面将来的操作系统 就有点像Linux在desktop里面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open source的foundation叫autoware foundation 这个autoware foundation 它现在就是说 你会看到它的那个最top top级别的这些membership 都是这些公司 公司都要去付钱才能加入到这个会员 但是这个autoware专门找到我们car lab实验室 就是说我你们要登上去你会看见 我们car lab这个是唯一一个学术界 坐在这个顶级有投票权 这个这个在这个autoware foundation里面的 唯一的一个学术界的机构 就是我就坐在他们的这个strategic planning的committee里面 就是来决定这个autoware在未来这个里面到底将来 就是说将来做啥 所以最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我前面提到 就是这个科研方向的话 next thing 就是我在这里提到的车计算这个概念 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们可以认为在上个世纪 这个车主要是个交通的工具 下面一个一个世界敲已经 车已经不再是个交通工具了 所以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是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你会发生在这个右侧这个画的这个图里面 就是车它只是一个 如果再配上无人驾驶的话 就是车 你想你现在的车的使用率是多少 在前面一个世纪车的使用率是10% 比如说你们有的老师开车就上班 你的车使用大概有10%的时间 对吧 早高峰晚高峰 然后就停在那 未来不是这样子的 车一旦可以自动驾驶以后 你的车停在这可以干很多事 他可以自己开出去 对吧 他可以做Uber 他也可以做其他的计算 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 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刚刚在这个刚才西电朱老师 就我们西电的这个杂志的 我们感谢他第一卷第一期 我专门留了这篇文章在上面发表 就是关于车计算的第一篇 Vision和Channel的文章 就发表在西电的这个新创刊的 这个叫做叫做啥 信息与智能学报 是吧 这个学报的第一版上面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能够在多少年回过头来以后 我们会看见就是说 有这样一篇文章是从我们西电的这一篇杂志上 这个产生的影响 这个将会是个革命性的 你从我刚才给你的数字 你就能看出来 过去一个世纪 车只被利用到10% 下面一个世纪 我们的车的利用率又达到100% 这里面还有个9倍的增长 它从哪来 它只有从我们这个车计算里面来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 为什么 今天talk算是送你们一个国内开玩笑说彩蛋也好啥的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找到研究方向的话 这绝对是你一个黄金的一个一个方向 所以这里面我提到了一点点 就是关于科研实际的这个这个选择 对吧 我自己画了一张图 实在是不好意思 是没时间 画一个图就是 任何一个科研方向的曲线 就是这个这个正态分布啊 你可以认为大概10年 你如果你还是硕士博士刚还没开题的话 你一定要挑在左边的这两个里面 ideally是在这个最下面这个小小circle 那就我说的定义种子的年代 如果你能到这个水平 那是完美的 如果你实在不行 那你就做刚才上面这个大的这个cycle 这也是很不错的 就意味着你出来以后市场上极其需要 这点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我的学生 不管是美国中国 那就是几乎就是说供不应求啊 经常有些公司来就直接就跑来问 你有多少个学生 我把你们实验室全部找走 就这种口气 就是说那公司就不用谈了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这种人才就全世界都没几个 就说既懂得这个这个robotics 这个操作系统RAS 或者是这种怎么工作的 又知道这个视觉算法 还懂边缘计算的 再还多一点communication的 这种人才世界上可以这样讲 没几个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培养出来 立马就是说是属于这个很hot的人才 最后既然这个topic来了以后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说这个 我觉得记性不太好 我记不住是吧 那今天我最后留给你一个 我把它称之为三多的原则 就是你可以带回去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多从实际社会中思考 你不要觉得好像科学研究的本质 我的这个师兄 这个李国杰院士 早年就是说也都 那个李老师 大家都知道吗 对吧 对他这个辈分来讲 他是我的师兄了 但我也还当李老师 他很早就觉得 就科研一定要是为 就是对吧 那个话我不能准确的重复 就是说你一定是为这个 生产力这个东西发展 否则你做着干什么 但是追求人类的这个探索 当然也是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你的科研本身 一定要从这个世界生活中 我在这里举了个例子 这段小video什么 这段小video是我女儿在八年级 相当于就是初二的时候 做的一个project 当年拿到了我们大体的地区 科学精彩的一等奖 那他从哪从哪来的这个idea 跟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有一天在学校里面 听说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有一些得了某一种疾病的人 以后那个手就不能很好的control了 那么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的手不一定是帕金森 就是说有些那个英文单词我忘了 就是说得完以后 他的手不能很好control 那么这种人吃饭是很有问题的 于是呢他就当时觉得 哎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一个机器手 对吧把这个饭 比如说前面这个苹果 我们他自己搞了个叉子在这 拿个叉子说我拿我拿叉子 能够control进去把这个东西扎一下 然后送到这个嘴里来 对不对 这个想法你觉得 robotic arm你觉得很简单吗 但是这还不够 他很快发现 这些人啊通常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语言上啊 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想吃 他什么时候吃啊 你怎么跟这个机器人通信啊 哎当时 哎正好 我也讲 哎你知道吗 现在我有 现在自然语言理解已经很强了 nature language 所以他跟我说 哎那可以啊 那我们就用自然语言理解的方法 就是说 当然他做很简单了 就是说当时那个有microbeat啊 这个这个派啊 就是说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所以这段小video 收理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很成功 记住 这是一个小 这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同学的一个project ok 不要把它想的多么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你看一下这个 没抓上来啊 这个实验其实没抓上来 其实没抓上来 就是说 你会体现到 这个工作 它的impact是什么 如果这个事情做完以后 你要知道有多少老人 或者是得了这种病的人 因为他因为不能够这个 很好的吃饭 需要雇一个专门的人来伺候他 来照顾他 对吧 那这个你要知道 现在世界人口 那老龄化 那这个问题 大的不行了 所以这一下潜在的research本身 那简直是 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其实他当时并没有解决之后 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 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多哈 就是你一定要从生活中思考 不要放弃这些机会 有一天你走在这个路上 你可能都想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我前面已经提过了 多和其他行业的这个人员交流 将来的这种innovation 一定是这种交叉领域的 这就是我们说汽车也好 化工也好 材料也好 因为这个这里面就是 现在你们都知道 像比如像化工 下一代的这个下一代制药 制药从哪来啊 这个这个制药 你还传统的方法 做实验太慢了 现在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就是说一下子 往生的话 一下子可以节约他们 就是说几十年的时间 可以选出下一个新药来 包括这一次像这个 像这种这个 新冠疫苗的研发等等 就这些 这都是Machine Learning AI的技术在背后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你们不要嘲笑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数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 叫偏微分方程 PDE 偏微分方程 就不是数学家 坐在家里想出来的 偏微分方程 是大家在解决真正的那个 一个大坝 一个牛体 这个里面 然后发现需要解决 他才提出了这个 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面反过头来 又会帮助你 这个Compute Science 或者各种各样的领域 里面的解决这个问题 再还有就是说 多向自己做的问题提问 这是我 这个稍微最后 这个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可能 你现在已经进到学校里面 老师觉得 嗯你就做这个问题 或者老师更加 Smart的一点 就是哎 这里面有几个顶级Conference 来你就先把我们实验室 呃先花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 TopConference的文章 全部读一遍 然后我们看看 哪个里面有漏洞 我们就做他 这个工作 这个当然很好 这个的话 你找出个漏洞 你很Smart 你很快就写出一篇文章 你也发表了 但是 但是据你我今天说的 第一种子 你还相差甚远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个里面 并没有能够 就是说 甚至你都 有没有时间去想过 他这个问题 本身有没有意义 就是说 这些人在解决这个问题 它有意义吗 我举个例子 传感性网络的早期 在2002到2005年 这段时间里面 很多人都在解决 传感性网络里面 路由算法 什么classary算法 那都是想象的 绝大幅文章 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 那 就是说 大家觉得 这个这个工作 这个太好了 可以数学化 很好建立模型 然后我稍微优化一下 我就发表一篇论文 但实际上 你在问自己 你就知道 这个问题 那个assumption太strong 可能你们用途都不是很大 所以当时 我在那个时候 想了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 你用这些传感 其实现在想的很简单 你用这些传感器 你数据这些数据 那这就是 我们依靠这些数据 来make decision 对吧 你这个数据的质量如何 如果数据是错的 我们怎么办 对吧 直到今天 我们现在把它运到 这个汽车 这个自动驾驶上去 那这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自动驾驶上 你比如说 如果那个摄像头 告诉你一个是个假的 或者是安全attack 别人给了那个假的 然后那你这个车 说不了就 载到沟里面去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 这个数据的质量问题 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当时我发现 没人做 所以我就 我就在这方面 我就做了个工作 然后就是写了 写了一个 就在美国基金委 就拿到了一个项目 所以我刚才前面说 周深教授的时候 你都很担心自己 对吧 所以我发现 找到一个topic还挺好 就是直到今天 我这个15年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ID 今天我们在自动驾驶 这些领域里面 依然还是 就是说很有作用 所以我就停在这 因为大概花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这个 如果 如果大家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有别的课 要去上 那你就 你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说 有个问题想问 欢迎你们提问 反正我现在是10点钟 我还可以在这里 再待个 这个20来分钟 回答大家问题 这里面我列了 好几个联系方式 包括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加微信 就我刚才提到的 所有的论文 在我们的网页上都有 加微信的话 你标注一下 就是说参加西间的talk 而认识的我 所以你可以这样 我好这个区分一下 另外呢 我们实验室为了在 为了扩大这种宣传 我也有个微信公众号 所以你们可以 scan一下这个 可以看看我们在这个 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 可以可以看一看 这个怎么样 看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 就是大家给 给大家介绍一下 行 那我就停在这 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如果有问题 我把这个共享屏幕给他 关掉 欢迎大家来提问 我可以看一看 我可以看一看